從畫面中可以看到清晨時有四架幻象戰機在新竹空軍基地準備起飛 這些戰機要飛往的是東部花蓮加山基地 能清楚看見飛機在藍天白雲中繼續向南飛行 目前四架從新竹空軍基地起飛的幻象戰機都已經降落至花蓮加山基地 而下一個降落地為台東制航基地 今天是漢光眼形第一天 首先驗證戰力保存 各海空軍地在開戰時恐成首要的攻擊目標 因此藉由駐防各空軍基地進行戰力保存 吸引不少軍事民前來觀賞